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报道是贝壳放大 这个公司的名字是群众募资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野创办人 事实上他现在也是这个执行长 就是林大涵 大涵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涵 先给他说群众募资的公司是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群众募资的概念它没有很复杂 就是它就是一个平台一个网站 那你在上面会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计划 那有人可能是想要开发一个新的产品 那有人可能想要发一张专辑 有人可能想要拍电影 或者想要出国比赛 然后或者可能要帮一些社会议题 公益团体募款 各式各样都有 所以你在这个平台上面 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梦想的计划 或者他想要卖自己的东西 那我们公司的角色蛮特别的 就是帮这些要推广自己计划的人规划行销 也提供他更多工具 可以让他被更多人看见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是专业拉赞助的 专业拉赞助 讲成好像专业拉赞助 但是我觉得专业这两个字 他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对 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说 梦想各式各样的类型都有 那如果你今天跟一个说 要发音乐专辑的人谈 那就有音乐界的事情 你不需要了解 那今天如果它是一个 可能像是政治倡议的活动 那你就需要知道说 今天大家集资了 去做什么事情 才会对这个社会产生改变 所以他需要的domain know-how 就是我们所说的 可能各个领域的知识 其实会很多很多 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因为刚刚静行姐有聊到说 那你们一张公司 好像做了跟政治的事情 好像很有关系 有一部分是 但我觉得我们的角色 其实更像是 帮好多好多不同的人 去让他竞选的一个选举团队 因为我觉得 它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而且很多是很理念的 因为我们习惯说消费 我买一个东西 我被说服了 可是我 我很免费 我拿到一项米 我回来用 我回来吃掉 可是我觉得 贝壳放大有一个 很处理是 通常它常常是倾向一个 我们协助别人完成 一个理想 一个梦想 那可是他说 这个专业两个字就是 因为每一个理想 一个梦想 有一个专业 没想到 那我们要先进入 理解它 然后再去 推给 可能会赞助的人 那这个怎么 因为你们要面对很多行业 其实我们碰到的 第一个课题 往往是 我们要跟这个 我们叫做提案者 然后一起沟通说 那他真的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 他想达成的结果是什么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目的 把这个结果 再区分成 一个一个的小块小块 那大家可以去 一起完成的是什么 对 那这个题目 其实没有想象中 这么容易 举个例好了 可能像 最近我们 在一直以来 合作的一个对象 是瑞莎 对 那他在推韵律体操运动 对 那他当初推韵律体操运动 里面可能有些大的计划 他想要有自己的场馆 想要有足够训练 跟举办比赛的经费 所以这时候沟通完之后 就会说 好 那我们可能要把他的 支持的方式 化整为零 那有些人可能可以 直接任养一块地点 那有些人可能变得 是定期定额的捐款 所以你会觉得 好像他现在在盖庙 对 很像那种信徒 某某某境线 这块砖 这块砖 这个笼柱是我捐的 因为你有看到 一个名字 加敬险这样 可能有点像这种感觉 是 对 所以我们其实在做的 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事情是 没有他对应的东西 通常是信仰 就是你对某种 价值观的认同 对 那你不希望某些人 他得到不好的待遇 你希望有才华的人 可以被更多的机会 跟被看见 你希望一个好的产品 可以真的诞生 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那就是那个 信仰的塑造跟形成 可是因为很多人会讲说 那你们不就是专门 在帮别人 包装的广告公司吗 我那时候听到 这句评语的时候 就有一点点小小的介意 因为听到包装 就会觉得包装 是把那个东西包起来 然后你看不到 里面的那个东西 就像你可能会 人会觉得说 好像有些艺人 政治人物 怎么公开的样子 跟私底下样子 好像不一样 就会人家觉得 那是被包装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会觉得包装 是一种带有一点负面 的表述 所以我们通常 不会讲包装 我们讲打磨 就是这个人 这个题目 他就是这个样子 可能这个样子 不见得是这么容易 被理解的 所以你要选择 用哪一个面向 面对大家 然后并且把它呈现 打磨成 大家更好理解的样貌 那这个说明 沟通 打磨的过程 其实就可以说 那就是我们的专业 在做的事情 对 我觉得那个 大喊在讲说 要把这个 例如说讲瑞莎 大家都知道说 他就是 对体操 他 为台湾做很多事情 训练很多学者 可是例如说 他要透过一个 比较专业的 你说贝壳放大 我是给他打磨 你会讲三地裂音 那怎么样去 又把他 变得比较小 因为每一个人 可能他的赞助金额 不一样 对 那需要这边的人 需要的金额 也不一样 对 那有一个 什么样的标准 例如说 他来 他希望多少 也未必 我们都能够 马上接受 这有没有一个 这样磨合的过程 其实很多 在追逐梦想的提案者 他们真正需要 那笔钱才能启动吗 倒不一定 就像是有些人 可能比如说 我们刚刚聊到的瑞莎 那他自己作为艺人 他一定也有其收入 可是为什么 他要用自己的收入 无底洞的去填一个理想 如果明明这个理想 跟大家都有关 也可以对很多人友好 那其实你去赞助他 去支持他 是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去 聊那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通常并不会 只是讲说 你缺多少钱 而是如果让这件事情 变得天时地利人和 最好的样貌 那他需要多少资源 而这个多少 这个资源量里面 有多少是你自己准备的 有多少是 如果大家一起帮忙 可以更快的 所以这个也是 刚刚讲打磨的过程 那在大部分的 我们讲说 原生原创的群众募资 群众集资 我特别强调原生原创 是因为 现在你在平台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 比较像团购的 东西 那个我们先暂且不提 对 那个也是一个 很大的来源 但是我们就先谈那种 专逐梦想跟理想 像举个例 有人可能说 我想要一台更好的轮椅 他为什么要更好的轮椅 因为他是轮椅运动选手 对 那可是问题 他真的只需要 那个轮椅吗 如果他今天轮椅的 钱募到了 他要轮椅干嘛 是希望可以参加 更多比赛 所以接下来 如果他还有 更多的资源可以做 他就可以参加 更多的比赛 去累积更好的积分 他可能可以参加 更高层级的赛事 所以其实目标 这件事情 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那也不是说 你今天定了一个目标 就一定要达成他 或达成他之后 不能继续往下走 我觉得 那你现在讲说 如果是我个人 进行人想要 换一部新车 那个真的没有办法去目 那如果我 对不对 你就当场可以拒绝我 说 你要参加车 跟社会没关系 其实跟社会 有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很微妙 比如说进行人 就想要换一台车 但进行人 就想要换一台车的目的 如果说是我想要开遍全岛 然后在每个地方去接 你觉得最有趣的人 对 那这台车只是一个形式 而真正重要的是 那个计划 对 像讲募车这个样子 我们真的有 那最近就有在跟一个 叫做多福 那多福其实是做 就是身障啊 跟重病患者 接送的一个专门服务 对 他们是商业公司 其实他们是社会企业 那可能他们现在 可能到了车子 必须态换的时候 他也可以去募 我要买车的经费 所以买车这件事情 可能并不是代表能或不能 而是你买了这个东西之后 要拿来干嘛 我觉得这个有讲到重点 那像 因为你等于要接触 很多的单位 他们也会来找你 对 说我想要募什么 我的理想是什么 那你们会有一个基准 去判断说 因为像刚刚大喊就说 最重要是你要干嘛 那个判断的基准 可以很简单的讲是什么 要利他吗 还是要怎样 利他其实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一个加分项 但很多时候有点像是 这是你的己之所欲 但是我可以取信于你 对 像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 之前会有人去国外念大学 然后去念一些很特别的program 对 但他也要讲说 可是我需要跟大家募集 去念书的经费 对 这看起来完全对他的利益 对啊 可能他告诉你说 他去完之后 他很乐意跟赞助者分享 他一路的所见所闻 那这时候你除了赞助者 你也是有收益的 对 所以我们并不会特别说 你一定非得利他才行 我觉得利他这件事情 他是在这个计划本身 跟你回馈给支持的人 他都是一种利他 然后第二个状况 我觉得是合理性 对 我们在服务的很多计划 通常都是一般的资本主义 不会自然解决的事情 资本主义会自然解决的事情 就是供需就很明确 也有很多人在提供 很多人需要 所以就有人在正常的 用商业方法提供这种解决方案了 可是有蛮多事情是 大家都需要 可是问题他看起来不会赚钱 对那这种时候怎么办 群动集资就是一个好方法 就像刚刚提到的韵律体操 会有人因为韵律体操 而直接赚钱吗 短期内应该不会有 或者你说国家去投入 在这么多运动选手 那会赚钱吗 短期内可能不会有 但是那就是如果有越多人支持 那这件事情所得到的情绪价值 品牌价值 那可能是合称的 所以我们会从第二件事情 就是他是不是能够带来 赞助者足够的价值感 去判断 那第三个层级比较现实 就是你今天想要的目标的 最低的限度 比如说你真的需要 这个资源才能做 可是我们纵观 刚刚讲到的各种条件 你又没有能力达成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发现说 你需要的是一个六千万 你想要做一个很特别的机器 可是你过去 其实没有过任何相关的经验 你也没有合作的团队 那这样状况来讲 可能这个梦想跟这个计划 对你而言还稍微太远了 那这种时候 我们可能会建议他调整规模 对 所以立他这件事情 不是只能纯然的立他 而是能够对赞助者创造价值 然后还有合乎提案者 自己的能力范围的延伸 这两件事情是我们最考虑的 我觉得那个整个提案者 因为他他比较单纯 我想要怎么样 那必须经过你们一些解读 理解 然后去再传达给可能募款的 我们为什么要叫做贝壳放大 对听起来像海蝉店 我们没有卖海蝉 对 因为那个公司名就还那细节 你知道因为它很长 为什么 不过蛮好的 因为就是至少我目前听过了 听过我们公司名叫贝壳放大 这四个字你应该不会写错 还有你会记住 大概会有 还是有人会写不出壳这个字 但大部分的时候你不会忘记 这个名字还有 严格说起来还有两个 当初设定的意义 第一件事情是贝壳 然后它其实是音译 来自backer backer是back加上er 就是在背后的人 靠山也就是赞助者 那放大是founder 就是创办人 做事的人 那我们公司名称 其实真正精髓 不在这两个字 而是在中间一个连结线 heaven 所以我们是backer heaven founder 贝壳连结放大 就是把出钱的人 连结到做事的人 所以 今天公司的名字 也跟我们另一个投资人 开的公司非常有关 看高啊 看高 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是在做 媒合跟错误生意的 这是第一个意图 就是把出钱的人 跟做事人连结在一起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贝壳这个字的意思了 那贝壳就是古代交易的媒介 靠海的国家 所以贝壳就是钱 那我们公司名称 松购拉尊 钱放大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我们不只要把 这些钱跟做事人 连结在一起 还希望能够促成 他们每一块钱的价值 都变得更大 我觉得要把钱的价值 放大 大家都很希望 可是我觉得 他们首先是要把 这个人的故事 很 很 很能够很清楚的 让大家知道 你这个 你这个钱是放到这边 让它变大 这样来提案的人 你们有筛选吗 有 就是其实我们公司 最早创的前五到六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一年可能只服务 不到一百个案子 可是一年可能会有上千个团队 来询问说 有没有机会合作 对 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有一个 很大的自我提醒跟要求 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拒绝本身 也变成一种服务 等一下 这个答案会衍生一个问题 拒绝怎么会变服务呢 你就拒绝我了 但拒绝的话 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看到 刚刚讲的某些条件不匹配 某些条件可能需要再准备 对 所以那我们会希望说 在聊的这个过程里面 就可以说 我建议你可以做到 哪些哪些事情 也许现在今年 我还不能够跟你合作 但可能明年可以 那为什么那时候 很看重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 有梦想的人很多 而大家都会有 互相认识的人 对 那如果今天我们因为 他的还没有准备充分 或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 他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悍然的拒绝 那其实也不另于 我们断掉了很多 这个人可能会再推荐过来的 其他好朋友 请到现在我们 比如说我可能开十个会 里面可能还是有两三个 是曾经没有合作过的人 在转接过来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累积的 即使拒绝 然后我们就很认真的 这个半小时一小时 我就很属于你 跟你一起讨论 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实现 也许现在还不适合集资 但我们还可以做哪些准备 我觉得那是那个时候 累积下来的一些好的积累 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是 备壳放大 目前 因为你们说一年 从初起是在1000件里面 选100件 那到现在你们服务 大概 我们大概 我们今年快要创业满十年了 对 所以到现在大概 也就是将近1000件案子 1000件案子 这个数字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其实台湾做群众募资的案子 加起来大概有7到8000件 对 那我们大概是做 其中的7到8分之1 对 但是我们服务的总体金额 大概是台湾总体的3分之1左右 对 所以当然就是 我们大概做到50多亿 就在将近1000个案子里面 那所以这样除算下来的话 就是每个案子可能600万上下吧 对 那600万是一个怎么样的数字呢 就是对于很多团队而言 他已经可以起步做很多事情了 那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会讲说群众集资募资的钱 当然很重要 但他更像是一个筹码 但因为你证明了有很多人愿意支持你 那你更容易把他当成一个成绩单 去说服其他的关键 包含政府 包含企业 包含工厂 对 去给你后续的资源 其实群众募资 贝壳讲一个很好 他说 因为我们基本上 这个过程是自然主义 不知道自然产生 我们来帮他撮合 可是很不容易 他现在到现在 他说你们这个群募 这个累积集资的金额 就是到50几亿 那快要服务1000个案子 对 这个累积金额是很高的 请问一下 因为当然我们有其他公司 这样的所谓的群募的基础 例如说什么样的人来捐钱 你们有做统计吗 其实因为这几年群众集资在台湾 大概已经发展算12到13年了 那从最早最早 他从国外的风潮 看到国外有类似的平台 那国内也有业者开始做 那我也是第一批开始做这件事情的人 然后他慢慢发现说 原来不只是创意创作者可以跟大家募资 原来我今天引进一个新商品也可以募资 原来我帮政治倡议活动也可以募资 所以他变成五花八门 他什么都有 但如果我们真的要讲支持者的话 以我们平台跟我们公司所服务到的对象 我觉得是一群素质特别高 而且特别对于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 跟特别疼惜年轻创意者的人 因为我们可能跟很多同业 稍微不同的地方是 我们大概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提案者 都是在做社会文化原创这个领域 对那可能说在卖东西的 反而没有那么多 对卖东西不代表不好 因为你卖的也可能是地方创生的产品 这个也是有的 但这样讲我想说 我参加过一个群木 先预购了气炸锅 对啊对啊 这个类型其实就是群众集资品 它也作为一个通路 就像一个百货公司 你可以进来买你觉得有趣的东西 我参加那个群木的时候 我是姐吓一跳 因为我以前参加的都是那个 不会拿到商品 你不会觉得你参加群木 你需要拿到的东西 因为你只是一个理念 一个华东 一个人 一个人不可能做 还是甚至他带你去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愿意付费吗 可是连气炸锅都参加以后 我就发现 这个群众募资 简直是什么都可以做 的确 那在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最有价值的案子 其实通常是代表 第一个它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对这种当然是很棒 因为它就是透过大家的力量 这件事情才能够实现 然后第二种状况 其实也是抛砖引玉 然后只是这个砖 在我们这几年的运作之下 发现你一个新的可能 但我们有看到很多很棒的人 不管是大的企业 基金会 政府单位 甚至相对比较有钱的个人 他们都会很固定的去捐某些单位 比如说我每年固定捐 50 100 200 甚至更多钱 可能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这些钱它有办法变得更大 就回到像我们刚刚讲公司的名称 在捐款界里面 其实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就是定期定额 因为定期定额才能够稳定的 让组织有固定的资源可以运作 对可是定期定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一个月捐一个单位300元 那一年其实是3600块 可是今天网路上的资讯这么多 你要帮他做行销 帮他做宣传 要得到一个付300元定期定额的人 你可能要花个500块1000块的广告费 跟行销资源才能够得到 所以这件事情让非常多的NPO组织 就是非盈利组织或者创作者 他们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方式 让足够多的人看到他们 对所以我们最近就在想一个事情是 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是一个 有固定捐助习惯的人 对那如果我们今天 把这个捐助变成是我捐助你 但我希望你好好的做群众集资 让你的计划 跟你在做的好事被更多人看见 这个就是一种炮砖盈域 那这几年其实我们也跟 不少的企业基金会 达成这样的共识 那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我们用比较形象化的比喻来说 有人愿意出钱 委托给专业的团队 向我们去帮忙盖井 然后挖出了一口井之后 这个井里面就会有源源不绝的水 可以去服务那些需要资金的人 而今天你出一次钱 你不用每次一直挑水给这些人喝 而是你就是出一次钱盖一个井 那明年后年你可能可以出一个钱 再去帮另一个团队盖井 对这个是我觉得 真正刚刚讲到 符合我们心中想的群众集资 符合我们心中想的资源可以放大 又是真的连接出钱的人 跟赞助者的人的方式 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 你本来就有在固定支持 甚至如果你支持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我也很建议你可以跟这个团队讲说 要不要考虑做一个好的群众集资 让更多人定期定额的支持你 那可以让这些价值做得更好 所以当然讲的这个群众集资 还说定期定额 其实其实小额捐狂 不要看他小 第一我观给你这是一个高度认同 我也可能越观越多 那第二个是他比较有扩散性 他不一定要很大 所以但是他就很多人 不过我们在讲说群众集资里面 像你刚刚说 你们因为要经受很多团队 那你们有那个 一开始就觉得说 好棒 能够做到他真的很开心这样 善食善钟了 这样的case很多 善食 最理想的状况 最好他们还没有钟 最好他们是善食 然后持续努力的运动 作者那善始善终的案例 其实也不少 就是可能是事件已经结束了 然后一个事情已经解决了 活动性值的比较多 但就像刚刚提的一样 其实善始善终 我觉得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叫《蝙蝠侠》的黑暗骑士 诺兰导演的那个 他里面有一段讲说 你要嘛就是死得像个英雄 要不然活着渐渐变成坏人 听起来蛮伤心的 但是确实在很多的组织运作里面 你很难不是没有瑕疵的 你很难无瑕 可能重点就是在这些过程中 你能不能透过你得到的资源 去克服你在这个阶段里面 碰到的挑战跟问题 以我们为例 我自己在做服务这些案件 合作的时候 也是有很有感触的时刻 像很多年 大概六年以前 我那时候一起合作一个案子 叫做宝岛义工团 然后宝岛义工团是一个 到各个地方帮没有家的人盖房子的 我访问过他们 应该有访问过他们 他们是一群很棒的人 而且集合了很多专业 跟有新的人 就很快的 他们这些三个礼拜盖一栋房子 超快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一些因素 他们的资金可能 没有那么宽裕 所以就透过朋友的介绍 一起做了群众集资 可是你看像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服务公司 所以我们会有收费 那个收费可能不多 你说可能是100块里面 也许我们会需要收10到20块之间 去帮他规划 跟执行整个计划 我记得那一年是这个案子 刚上线的第二天 大概就募到快1000万 很快 而且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推手 是吴念真导演 吴念真导演不是视线沟通好的 然后他就是在网路上 被朋友分享的这个消息 他也觉得很棒 然后就主动分享 那可能分享出去之后 吴念真导演的脸书 后面下面出现了一个留言 那留言讲说 我是宝岛义工团的义工 请大家不要透过这个连接捐款 因为会被抽很多 我那时候看到就 原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你是提供专业服务的人 可是你提供你抽佣 或你收你的服务费 对于可能很多义工人 他会觉得说 那我做这么辛苦 我办毛不取 我捐我的时间 为什么有人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 却可以借此获利呢 他是义工 所以他会这样想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六年前的时候 就让我很有感触 心中坦白说是不太舒服的 就是我也是做我的工作 那如果我们没有收入的话 实在是要帮大家 做这些事情呢 可能后来再转念一想 这件事情其实是有解的 所以就有刚刚聊到的 那个井跟水 如果说这些钱是有人愿意出 那是一种解决方案 第二种方法是 那如果我今天就直接让 赞助的人自己决定 要不要付我那个服务费 那可能是另一种解决方案 所以我觉得在这行里面 你要说服越多人愿意参与 你就要能够去理解 并且跟更多有不同想法的人沟通 所以我是很感谢 那时候那个留言者 他帮我们很数年之后的 我们想到一个新的商业沟通的 方式跟模式 我觉得每一个系内形式 他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 我们想不到他会这样想 可是因为刚刚大人有讲到 我们收服务费 所以这个服务费是 依照什么样的条件 他会有分不同的级别 爱付费吗 大部分时候我们对于 比如说像之前我们帮 乌克兰战争 那或者是花莲震灾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完全不会收任何费用 因为这属于那种国难 紧急救援跟震灾 对那有些状况可能 他是那种社会议题 他是文化人 那这个我们的收费 可能会比较低 对然后那有可能 它是一个比较偏向商业案件 我们就会收比较高 那大部分来说 我们收的费用 可能在5%到20%之间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算是 在服务上面能够看看 维持营运的基本条件 不过有另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 就是对于文化人而言 那不是收几%的问题 他连要让这件事情 说清楚的资源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三四年前 有自己跟文策院 也合作了一个投资基金 叫天使放大 对我们原来是他没有田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群动集资 那我们投资他来做群动集资 对这个也是后来慢慢发现 大家的需求可以怎么被满足 你真的是什么都要给他放大一下 对这是我们的公司的核心运作精神 没有钱的就没有贝壳的 就天使放大 先投 然后再 我们会把这个历程叫做投创 我们先投资再跟他共同创造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原来说起来我觉得我们从一开始 就是一间投资公司 那只是最早期的时候我们投的不是钱 而是人 我们派一个team跟这个团队一起合作 那后来发现有些事情不是人就能解决的 还需要一点钱 所以就去找田来投资 那慢慢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觉得那个听起来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 你每天上班会听到很多的梦想 那也在协助别人 就是成就他 但当然这中间因为是大众的资源 所以一个管理跟 侯雄信任 我觉得信任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见面 那怎么样去让大家一直持续相信你们 因为我想很多人是 我也相信贝壳 所以我偷了这个案子 我也捐那个 我也捐了 基本上 有一个信任感 那这个要怎么去维持 信任这种事情 我觉得就跟俗话说的一样 它是它很难维持 但很容易折损 就是一张纸 你揉过之后 你就很难回到平整 对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立场 如果我们希望是 让大家可以信任我们平台 你能做到的事情 是滴水不漏吗 坦白说我觉得很困难 那以我们公司而言 我们之前也服务过一个提案者 他去登山的 对那一个女性登山家 后来也发生了一系列的争议跟讨论 那但是问题是 对但问题是这件事情 你作为一个平台 你作为一个服务者 那当他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选择的事情是 他跟我无关 还是你很积极的去处理 对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无瑕的人 可能在面临碰到挑战 跟问题的时候 他选择的态度是 积极去fix 去收复他 去处理他 并且避免未来再发生 还是直接跟大家讲说 那个跟我无关系 对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事情 是前者 可能在面对各式各样 新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尽量做出最积极的那个选择 对那另一个面向 今天刚好也在跟另一个同事聊到这件事情 他就说 其实很想要看看 我们快十年了 很想知道那些十年来 我们一起合作过的案子 现在怎么样了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提醒 因为对我来讲 我可能每天都在看很多不同的计划 然后其实看到十年前的 有点像是那种 我爸妈都是老师 有点像是看到十年前的学生 然后现在很有出席 但我必须要强调 他们有什么上下级关系 那只是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是很荣幸 可以跟他们合作 可能看他们过得很好 而且他们可能聊到说 回想起十年前 最早最早是怎么启动的 那时候其实你感觉很好 可能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然后就算是我们公司的人 可能也都换了很多遍 那今天有一个机会 特过十年的时候 跟大家聊聊一下 这十年或十多年来 群动集资跟贝壳 跟大家一起走过了哪些事 我觉得很值得 所以接下来 没有意外的话 我们今天的Q4 跟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这也是我们的十周年活动 再跟大家介绍更多 这一路走来的事情 我觉得十年 确实很多东西 已经有一个进程 你觉得这个行业 我就听起来是已经 我觉得大海已经是专业 那你觉得这个行业 会有什么挑战吗 这个行业的挑战 其实刚刚跟 我觉得跟信任这件事情 是一体两面的 就是你越有能力去 让大家信任你 那你就会有越多的资源 可是越多的资源 在手上的时候 你会选择怎么运用 这个我觉得就是它的挑战 举个例好了 前两年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些 跟群众集资有关的弊案 例如可能像IMB 对那个也算是 它P2P Lending 就是媒合借贷 那也是一种群众集资 可能会发生丑闻 对 因为其实你图的事情是 你投资可以获利 所以就会有人讲说 你求他的利 他求你的本 那会发生像这样的争议 那作为一个集资平台 或集资的从业者 坦白说我们不是侦探社 我们不是会计师事务所 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去 集合他每一分钱 每一块钱是不是都如他原本所说的运用 而实物上他也不可能完全照他当初的计划 每个计划都赶不上变化 可是能够持续的让他们update自己在做的事情 而且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 他们有下一个事情能做 然后而且不负这些人的信任 我认为是这个产业网上的关键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客观事实 就是在台湾目前大概估计 我们出估大概有三百万人 是有赞助过群众集资案件的 对那台湾现在是两千三百多万人 那如果我们先把可能会使用网路的一半 那有一千一百五十万人是会用网路的 那现在还只有三百万人用过 所以应该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 像会透过网路去捐款 我可能是看了一个看一个文章 还是看一个影片 我就愿意刷卡了 甚至就说一块也有这个 就每个月都一点好了这样 像这样子的一种捐款人 他有没有年龄不同的比例 以前曾经我们在五周年 就是五年前的时候 快五年前的时候 做过一个初步的小的统计 就那时候大概抓的话 是三十岁以下的人 其实占一半 三十岁到四十岁占三分之一 然后四十岁到五十岁占大概15% 然后以上就是剩下的大概五到十percent 那大概四五年前我们这样统计 而且那时候统计的结果很好玩 就虽然这个人数差距很多 但是每个年龄层所捐的总金额是一样的 简单的说年龄越大 能力越大 捐款越多 以前大概四五年前是这个样子 对那快十年 现在我觉得我们也很适合 再做一下初步的盘点跟统计 但我猜结果应该不会差太多 我觉得那个克金拱骂的那个 蛮明显的 说我捐一点 总是年纪大一点就能力比较高 可是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是可以被 再拉多一点 其实我们最近还在想另一个东西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概念 叫做die with zero 就是零遗产计划 这本书我看很多遍 然后他正在讲说 其实如果我们很多人的习惯 是不断累积财富 可能财富在被使用的东西 才是有用的财富 所以我们之前就在跟几个前辈 在聊这件事情 就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 往这条路继续发展下去 那我们在谋夺的就是大家的遗产 那这件事听起来都蛮刺激的 可是其实你说遗产 它就是生存的时候 你没有用掉的资源 那这个题目它其实同时面临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 爸爸妈妈你没有用掉的钱 那是我的 所以如果今天爸爸妈妈 你把那个钱拿去捐掉了 你损及了我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计划里面碰到的挑战 对 第二件事情其实是 那你今天是要等我死吗 就是你说遗产要捐出来 那你不是每天都期待的 今天他会离开吗 明天他会离开吗 那就很奇怪 所以其实虽然说是零遗产 但他其实真的提倡的事情是 在你能力许可的状况之下 你提前的花费跟支持 那些你觉得想支持的人 对这个也觉得是我们接下来努力 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捐赠 替人家圆梦 它不只是 它不只是一个 一个是心理的过程 它其实还有 你会你会觉得很开心 那当然它也是一个专业的过程 因为我们都都希望 这个钱到了真正去的地方 然后它真的有变大 真的真的有圆到这个梦想 不过我觉得刚刚大喊在 在讲说他们整个发展的过程 因为还要十年嘛 其实他们也经历很多变化 感觉上也因为很多的 实际的case这样子 他也经历很多的变化 那接下来 下一个十年 你觉得你们会是什么样的公司 其实我们会有两个 很明确的面向跟角色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 有点像会是联合劝目的这个感觉 但是我们是一个更为积极 然后再可能在企划 沟通能力上面 更全面的联合劝目 那联合劝目的对象 不是只有公益组织 可能包含了很有才华的创作者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面向一般大众 就是跟听众朋友们 你可能会看到的这个关联 第二个角色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就是我们讲CSR 跟ESG 就是对企业好 对社会好 对环境好 那这一块其实像刚刚聊到 很多企业他们必须 也愿意支持这些计划 可能他们往往支持计划的时候 那个资源花下去 可能得到的回报 是没有那么多的 那今天透过像专业的单位 跟专业的媒合 我们可以让这些价值变得更高 所以我们一方面服务 有资源的人 一方面也服务有梦想的人 所以我觉得十年后 甚至再过一个十年 我们公司的在做的事情 跟名字仍然是有关的 我们仍然不断的媒合 出钱的人跟做事的人 只是我们媒合的方式 不限于集资平台 也包含了更多的企划面 不过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健康 因为本来就是一直在变化 只要不负所托 他尽力而为 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很多捐助者 就会觉得 就是陪你走一段 不过我觉得产业路 本来就是要自己走 可是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还是在你需要的一段 有人协助你 我觉得在做群众集资 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真的是 很功德圆满 好我们今天很谢谢 贝可方大林大汗 谢谢你 谢谢大家 保证无意书 最精彩热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各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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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